日前東張西望主持黎歡兒親身體驗安老院生活 期間嘗試穿上約束衣並蒙著雙眼坐在高背椅上 模擬一個事物不清的長者被人綁住的情況 但實驗只是進行了8分半 就因為貓仔情緒失控宣佈暫停 貓仔坦然明白為何老人家住在老人院經常說要回家 被綁住的貓仔表示自己連眼淚都抹不到 亦幻想到廁所都去不到要包尿片的情況 貓仔接受香港01訪問時就說 在親身體驗被約束的短短幾分鐘內 身體當然不舒服 但以老人家的身份代入去想像 簡直是要以心痛來形容 被綁住的手不可以抹臉 需要由護理員代勞 當刻真是覺得自己好無用好廢 回想到院長那句 老人家最怕自己老了無用 怕被人嫌棄 連自己都會嫌棄自己 另外他就說 見到有人在討論區留言批評他的類點過低 但就對長者尊嚴和安老問題隻字不提 難免感到失望 他又說明白現在香港好亂 這半年大家都好苦 但依然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意 這一群無法為自己發聲的老人家 和這些每日都在發生的社會問題